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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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泰国佛 在四面上 他的面上永远是零 你摆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是没有层 全身都可能铺满层 我亦都不会建议这些善信用什么柳叶 用什么成砖去抹 泰国有一种我们叫佛香水 一个玻璃瓶 很细枝 打开盖是香的 那我们就用一块 新的布 只是去清击他的面 他的身有多少层都好 不需要理会 因为神坛 和神像 不是伸正 就是代表灵性重 最重要是有灵气 有些人说 我今年想换香炉 没问题 但你说是否必要呢 你问我 我告诉你 非必要 但如果你真的要换香炉 就换香炉 不换灰 即是你旧的香炉 里面的灰 一定将它转过去新的香炉 因为灰 越旧是越好的 另外一件事 尤其是摆石免佛的人 他今年求了圆 我不管你的愿望 有没有达成也好 那你在清洁神坛之前 你一定要先还神 还神不是一定要去泰国 即是就算你在家里 或者除非你当日许愿的时间 我到时还原之前 一定要回泰国 那就另说了 否则的话 你在自己家里的神坛 你都可以去还神 一定要先还神 如果你还神 通常我们就没什么 香港就很难买到 像泰国那样的花环 但是如果你去一些 譬如九六城的泰国店 也不难找到 比较贵的价钱 那你也可以做那样东西 或者你加上你贴金货 买些水果 买些水果 那他还就可以了 不需要什么大动作 或者要做什么情况 好了 如果你整个神坛 我要换 那又怎样呢 首先 我经常说 除非你不停的请神像 请到现在很逼劫 或者那个神像 已经有破损 否则呢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必要 我经常都很强调一件事 就是 求神拜佛 是讲一点心的 不是说我 神坛 装到金碧归煌 神就来多些 補多些 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样说 窮人不用拜的了 是吧 即是 你发了一点心 你去清洁了 也都不用特别去讲究 又不用说 怕做得不好 一个平常心去对待 清洁了 譬如 可以用回的东西 尽量去用回 除非你觉得 因为我用了很多年了 我亦都想换一下 亦都无可口非 亦都可以去换 但是 像我刚才说的 香楼的香杯 一定不能回 一定是过的 而且 你们大家选择香楼 即是 香楼的圆周 越大越好 不要以为 小时候就好 即是 财富 你越大 装的财富就越多 好 好了 现在我说的 就是 大多数 泰国神 印度神 都是一样 主要是抹面 用佛香水 如果我买不到佛香水 那是怎样呢 好了 你用 康乃兴 或者几种颜色的花 但是 有哪些花是不能要呢 玫瑰 即是有辣的花 即是有黏 五种不同颜色 你开一盆清水 那盆一定要没有用过的 即是不要我们洗完脚 或者洗完衣服 或者我们洗碗 那些盆 那些盆 我们不会要的 一条新的毛巾 那也是抹面 如果你 可以买到佛香水 就OK 那如果印度救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的过火 如果 如果 但是 很多人就不知道 怎样去用 通常我们有一个 像 铜盆那样的东西 装着上面的白蓝 即是 如果你们去烧 烧食 也知道有些白色的 固体的问题 那些就是所谓的白蓝 我们就会在神坛面前 即是所谓的过火 等于去 去 一个 一个 我们不懂得形容 一个 拿一拿去 让他更加 那个灵气 重 基本上 这些东西 已经可以了 那 你还原的 那些东西 你那时候求了什么 你就还什么 还完 之后 再清洁 好了 到了 2013年 1月1日 开始打喉 你才再去求你的院 明年也同样的情况 好了 如果 我家里没有安导神 那怎样呢 如果你真的想去 公奉 泰国佛 或者引导神 也好 那我也是建议你在 12月31日 之前 去做了这个行为 才让他过年 就不要过了一年才安 那是不是过了一年 去安不行呢 不是 这是我建议 好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师父 我又没有安 泰国佛坛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基本上 你没有什么可以做 如果你是 在师父的地方请的 你不妨可以叫你师父 与你 与你念一念经 如果你在泰国请的 你过来去泰国 亦都可以做他的行为 如果你 譬如在一般佛牌店请的 或者 又不在师父 又没有时间去泰国 那不做这个行为 也没有什么大碍 只要我今晚说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 就不停 问我 应该怎么处理 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非常之紧张 那 就是理解的 怕做错 但是我只能说一句说话 就是 平常心 就算好像我 年底之前 最近 帮人安地煮肚子 我说 今次安了 你不需要做些什么 今年你不需要再做 到你明年 就是 年底之前 你再去换 就是换花红 换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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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牌 或者换了我和你摄了那些补 那就OK的了 就是 不需要做任何 特别夸张的 事情 如果你要做的 模仿 始终一句说话 例多人不怪 但是 如果 因为 怕做错 而给了一种无形 打来自己 我就觉得 没有那么必要 还有 不要当一个师傅去说 当一个 我相信了 泰国神 印度神 20年 我也是很随便 做事方面 这边就是另计 好了 平时 我都没有特别 去处理一些问题 除了星期四 我会 好像我和大家说 我会一定去 买新鲜花 或者 换过一些水果 我也是 见过香楼 那些香鸡满 我去撿一撿 我的神像 二十年 除了新年 满满面之外 我二十年 都不会移动 如果大家在我Facebook 看见我的佛事 都是 全尊臣都黄 全身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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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想 那我就想多了 好了 今年 2012年之前 我再說一句話 如果大家想 在自己求財力 會好一點 我就很建議大家 不是因為我現在 是 相信財力 或者什麼 我去推薦財力 如果真的沒有去供奉財力 不妨也嘗試 去供奉財力 或者舒華 因為近一年 我做了節目這麼久 很多很多人問我 很強調 師傅我想安舒華 我想安財力 我想我 電郵 沒有80 也有50 都是問這個問題 既然如果大家 有這樣的想法 我亦都講解了給大家聽 你們覺得亦都可以 自己處理得到 好了 我覺得 借這個機會 去安財力 2013年 不是說會安財力 會特別好一點 我強調這件事 而是說 的確 是說 你能夠 去供奉財力 以及你本意想 去供奉財力 我覺得這件事 是無可厚非的 適逢 現在也耍月幾 也借這個機會 就是 我供奉了過年 對自己 你 宗教信仰也好 覺得可以抱歉自己也好 我覺得 美方不可 但是 如果 真的要去供奉的時間 自己真的要清楚一件事 自己是否三招兩天 或者一時興起 如果一時興起 我勸你不要 因為 有時我經過廟宇門口 很多觀音像 關帝像 很多人說 不是今天的事 幾十年來都有 你幫不了我 我家裡沒有地方 我便很不建議 對引導神也是這樣 沒有必要 第一 你自己的感情 第二 對那尊神榮 是不尊重 完全沒有意思 今晚我略略說一說 應該大家如何處理 年尾之後如何去還神 或者去清潔你的神壇 或者你想去安奉 泰國神 或者印度神 是應該怎樣 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 希望 來年的 2013年過後 14年的 大家都是跟著這個方法去做 不要給壓力自己 只是你在 2012年3月 10月30日之前 找人有空 搞好 就OK了 今晚時間也差不多 看看下一集我講什麼 OK 拜拜